中年女子遇到真爱决定二婚 不料婚礼前丈夫提出一个要求 生活开销AA制 婚后不久男子意外车祸 女子却只字未提AA制 礼节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和护理工作 丈夫出院后仍要求生活AA制 女子提出离婚 并要求丈夫返还车祸时的医药费 妻子的要求合法提罢 那么算计的人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8年7月的一天傍晚 南方某小区的三明二号房里 退休的女医生李杰正在布置新房 厨房里他的再婚丈夫周志伟也在忙碌着 不一会儿周志伟端出炒好的菜 张罗着吃饭 他拿出准备好的红酒 给李杰和自己都倒了半杯 他举起了酒杯 含情默默地看着李杰说 阿杰 能遇上你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但又怕你不开心 李杰笑了一下说 都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事你说吧 李杰充满期待地看着周志伟 可他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他的心情一落千丈 究竟是什么事呢 只见周志伟突然站起身来 从卧室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递给李杰 李杰接过来一看 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原来这是一份婚内的财产协议 约定婚后两人的财产各自独立 各自的收入归各自所有 生活开销AA制 如果一方生病 治疗费用由生病一方自行承担 如果一方生活不能自理 则由他的子女自行照顾 看到李杰沉默不语 周志伟马上陪着笑脸解释说 他并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因为前几年 他为了给前妻治病 欠下了一些债务 他不希望拖累李杰 而且啊 他的身边有很多二婚的朋友 就是因为钱财的问题纠缠不清 闹得不可开交 所以啊 宁可丑话说在前头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李杰听到这里 立刻明白了周志伟的良苦用心 自己一直身体不太好 常年都在吃药 这周志伟虽然比自己大几岁 却是生浓活虎 身体好得很 这不明白着 事办以后自己生病拖累他吗 李杰有些伤心地说 这才几天 你就担心我会拖累你 早知这样 又何必要跟我结婚呢 周志伟却信誓旦旦地说 你放心 我们也只是这样写 万一以后有麻烦 有个预防 我啊 是真心要跟你过日子的 一定会照顾你的 周志伟的话尽管在里 但婚礼前夜 听到这些话 李杰的心里 还是很不舒服 他强颜欢笑 跟周志伟吃完饭 说签字的事 明早再说 之后便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早早回房间休息了 当天晚上 李杰翻来覆去 睡不着 不由地回想起了 两人相识相恋 到最终决定结婚的 整个过程 李杰今年五十岁 是当地的一名妇产科医生 丈夫多年前因病去世 她也没有再婚 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 半年前 儿子结婚成家 而他退休后 便一个人生活 儿子担心他太孤单了 就劝他找个老伴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周志伟 周志伟比他大七岁 是某中学退休的体育老师 他的妻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 儿子呢 在外地工作 周志伟保养得很好 身材高大魁梧 看上去很有活力 而周志伟对优养大方的李杰 也很有好感 这初次见面啊 两人都对彼此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慢慢地 两人开始频繁地交往起来 你别看周志伟长得高大 但做事呢 却非常的细心 他知道李杰有高血压 就特意记下吃药的时间 和饮食的注意事项 整理成清单 用来提醒李杰 周志伟无微不至地照顾 让李杰感受到了 久违的幸福 在两人相识一百天的纪念日 周志伟正式向李杰提出求婚 被求婚的李杰很开心 但同时也有点不踏实 两人的发展会不会太快了 周志伟看出了李杰的顾虑 对他说 一百天的时间的确不长 但咱们年纪都大了 遇到合适的人也不容易 我认定就是你了 早一天在一起是一天 李杰被打动了 接受了周志伟的求婚 就这样 二人领了结婚证 并打算尽快举行婚礼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举行婚礼前 周志伟突然提出婚后AA制 面对这样的情况 李杰实在有些难以接受 那么李杰该如何抉择呢 曾经李杰认为周志伟 是一个理想的伴侣 可没想到 现在他却突然提出AA制 难道是自己看错人了吗 可现在怎么办呢 答应吧 心里不痛快 不答应吧 两人都已经领证了 况且还通知了亲朋好友 明天举行婚礼 如果临时取消 这老脸可往哪里割啊 没有办法 李杰只好自己开解自己 毕竟自己也有退休工资 儿子每个月也会给他钱 他倒不图对方的钱 而且啊 如果自己真的生病 肯定也是自己的儿子来照顾 那签不签这个协议 其实也差不多 这样一想 李杰感觉好一点了 第二天一早 李杰勉强签下了 跟周志伟的AA制协议 便去酒店准备婚礼了 这婚礼如期举行 道场的亲友们啊 都很开心 但李杰的心呢 却有点苦涩 在吃饭时 李杰发现周志伟的儿子没来 周志伟解释说 儿子在国外出差 赶不回来 李杰倒也没太在意 婚礼后的头几天 李杰和周志伟相处的 倒是很和谐 每天周志伟负责买菜做饭 李杰呢 负责高考家务 闲暇时 两人就到公园散散步 慢慢的 李杰几乎都要忘记 AA制代了的不快了 这一天 周志伟去超市买东西 李杰发现 自己的酱药药快吃完了 就让周志伟顺便从药店买些药回来 很快周志伟把药买回来了 但他把药和小票一起递给李杰 说 咱们说好的 AA制哦 李杰一下子嫩住了 不过才几十块钱 周志伟真的来跟自己算戏账 李杰一把扯过了小票 气鼓鼓地把钱拍在了桌上 转身走进了房间 这周志伟呢 倒也不生气 收好钱 乐呵呵地做饭去了 经历过买药AA制之后 李杰心中虽然对丈夫周志伟有些埋怨 但看在丈夫对自己还算体贴 也就慢慢将此事淡忘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李杰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 一个月后 李杰的生日到了 这是结婚后李杰的第一个生日 李杰的儿子和媳妇 晚上都来家里陪他过生日 周志伟在厨房忙里忙外 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 还买了蛋糕 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一刻啊 李杰感到很幸福 吹完蜡烛 吃完生日蛋糕后 儿子媳妇便回家了 李杰送走了儿子和媳妇 坐在床前 看自己的生日礼物 儿子媳妇送的是一套 从国外代购的保健品 周志伟呢 送的是一套保暖内衣 李杰很喜欢 尤其是周志伟送的保暖内衣 更让他感到很贴心 没想到就在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周志伟走进了房间 拿着几张小票 递给了李杰 李杰接过来一看 是订蛋糕和买生日礼物的钱 李杰一下子就明白了 周志伟的意思 原来连给自己买生日礼物的钱 都要AA 李杰顿时觉得心里堵得慌 情绪一下子跌到了冰点 他二话不说 就把钱给了周志伟 这件事之后 李杰觉得 算是彻底看清了周志伟的嘴脸 他也不争不吵 反正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 将就着过吧 就在李杰认了命 准备将就着过日子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让李杰的生活 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志伟遭遇车祸 李杰为感化丈夫 没有实行AA制 而是承担全部就医费用 并精心照顾周志伟 至于那个AA制协议 但他始终觉得 一家人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 周志伟出院后 李杰想出去工作 不料周志伟却固态复盟 你非要去上班也行 那就请个保姆 但是费用要你出啊 李杰万分恼怒 就在这时 周志伟的儿子 告诉了李杰一个秘密 让李杰彻底看清了 周志伟的嘴脸 算计的人生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一天 周志伟在过马路时 被一辆超速的小货车撞到了 经过抢救治疗 虽然性命捡回来了 但从此右腿受了伤 落下了残疾 需要坐轮椅 在周志伟住院期间 李杰承担了所有的费用 和护理工作 周志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但却什么也没有说 出院后 李杰没有提出 要周志伟AA制 也没有提出 要周志伟的儿子 过来照顾父亲 他只是默默地照顾周志伟 为他洗衣 做饭 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费用 因为李杰是真心实意地 想和周志伟过日子 他觉得 这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 至于那个AA制协议 虽然一开始是周志伟提出的 这李杰也能接受 但他始终觉得呀 一家人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 现在就算取消了AA制 李杰觉得也无所谓 他并不缺钱 多承担了这医药费 也无所谓吃不吃亏 同时啊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大度 能感化周志伟 毕竟是一家人 没有必要算得那么清楚 但有件事儿李杰觉得很奇怪 周志伟出院快一个月了 他的儿子却从来没有看过他 连打电话问候也没有 周志伟解释说 孩子在外地上班工作忙 是他不让来的 见周志伟这么说了 李杰也不好说什么 过了几天 李杰看到茶几上 摆着一个摊开的本子 上面记着周志伟儿子的电话 李杰当时多了一个心眼 悄悄地记了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李杰觉得虽然有些辛苦 但还算比较充实 可是没过几天 李杰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彻底打破了 他平静的生活 原来啊 李杰接到了医院院长的电话 问他是否愿意返聘回医院 一周五天 每天只需要上半天班 听到这个消息 李杰特别高兴 他是名妇产科医生 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如果能够继续为病人服务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另一方面 他想到如果自己去上班 没有人照顾周志伟 他可能会不同意 还是要跟他商量一下 李杰告诉院长 他先跟家人商量一下 确定了就马上回复 放下电话后 李杰仔细地盘算了一下 他想 自己每天只需要下午去上班 其实呢 并不会影响照顾周志伟 他可以在中午做好饭后 再去上班 那下午下班回来之后呢 再做晚饭 李杰觉得自己考虑得很周全了 周志伟应该会答应自己的 到了晚上 李杰看周志伟心情还不错 趁机把医院返聘的事 告诉了周志伟 并一再强调说 不会影响照顾家里 可没想到 周志伟一听 立刻放下了筷子 白了李杰一眼 说 你倒好 一拍屁股就走人了 什么也不用操心 我现在腿脚不变 就这样被你扔在家里了 我怎么办 李杰一听 愣住了 没想到自己考虑周全的事 却被周志伟如此坚决地拒绝了 周志伟瞧李杰弄在那里 又嘀咕着说 你非要去上班也行 那就请个保姆 但是费用要你出 李杰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他愤怒地说 你什么意思 你的医药费 生活费 现在都是我出的 现在是你要请保姆 你还要强调费用要我出 周志伟蛮横地说 那如果不是你要去上班 哪里用得着请保姆啊 事情因你而起 这个钱啊 肯定是要你出了 李杰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周志伟 已经完全不讲道理了 他觉得特别心寒 自己全心全意地付出 而周志伟呢 却从头到尾都在算计 根本没有考虑过他 这个时候 周志伟又特意强调说 你出钱请保姆 我就同意你去上班 听到这里 李杰被周志伟彻底激怒了 二话不说 摔门而去 和丈夫周志伟吵完架 李杰一气之下 住回了自己家 李杰在家里等了两天 也没有等到周志伟的道歉 那么对于这段婚姻 李杰会何取何从 虽然李杰很生气 但想到周志伟毕竟受伤了 又没有人照顾 有点不放心 他找出了之前 记下的电话号码 打给了周志伟的儿子 可没想到 当李杰向周志伟儿子 说明了情况 并希望他能回去照顾一下 周志伟的儿子 却淡淡地说了句 他的事不要找我 就挂了电话 李杰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周志伟的儿子 会如此地冷漠呢 难道他们之间 有什么隐情吗 带着疑惑 李杰再一次 拨通了电话 苦口婆心地 对周志伟的儿子说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矛盾 但是生病了 总要有人照顾 我现在跟你父亲 有点矛盾 就搬出来住了 他的腿脚不方便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应该也去关心一下 听了这话 周志伟的儿子说 阿姨 我能感觉出来 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您可是误会我了 接着周志伟儿子说出了一件 让李杰意想不到的事 正是这件事 让李杰终于看清了周志伟的真实面目 为了节省开销 周志伟放弃为前妻治病 间接导致前妻死亡 之前李杰只知道周志伟对钱看得重 但没想到 他骨子里就是这样自私凉薄的人 失望至极 李杰提出离婚 要求周志伟支付车祸住院的医药费 但周志伟坚决不同意离婚 李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最终李杰能否顺利离婚 婚内他为周志伟支付的医药费 能否要齐 算计的人生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这周志伟一向都是自私自利 什么事都是为自己打算 所以啊 儿子从小就跟父亲周志伟不亲 跟母亲感情很好 几年前母亲患了癌症 一开始是儿子在医院照顾 后来儿子被单位安排到国外出差一个月 可刚去半个月 就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 等儿子从国外赶回来时 母亲已经病逝 后来儿子从医生那里得知 是父亲周志伟因为怕花钱而放弃治疗 瞒着儿子直接把病人从医院带回家 因为突然停药 导致病情马上恶化 再送到医院抢救 人已经就不行了 得知真相后 周志伟的儿子气得差点跟父亲 动起手来 母亲虽然病重 但医生说过 这种病如果坚持治疗 也是有机会康复的 可父亲因为不愿给母亲花钱治病 竟然中断治疗 最终让母亲不治身亡 儿子痛恨自己的父亲 他认为父亲就是一个杀人凶手 竟然趁他出差 偷偷给母亲断了药 让他永远失去了母亲 办完了母亲的后事 周志伟的儿子准备回单位工作了 可没想到临走前 父亲周志伟却对他说 你一直在外地 我养老也指望不上你 这家里的房子你也用不上 就当是孝敬我 让我多留点钱防老 周志伟竟然让儿子签字 放弃母亲的遗产继承权 本来对于儿子来说 母亲刚刚去世 父亲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也打算日后好好的跟父亲相处 但面对父亲 周志伟这样自私冷漠 儿子终于彻底失望 他觉得这样的父亲 有没有都一样 所以一气之下签了字 就与周志伟断绝了父子关系 后来周志伟再婚 儿子也不肯回来参加婚礼 得知这一切 李杰感到当头一棒 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周志伟非要签财产协议 原来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之前李杰只知道 周志伟对钱看得重 本想自己可以感化他 但没想到他骨子里 就是这样自私凉薄的人 这时李杰终于认清了周志伟的真实面目 他之所以选择和自己结婚 也是经过衡量的 看中了自己曾是医生的背景 也看中了自己的经济条件 再三考虑下 李杰决定跟周志伟离婚 李杰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听了后气愤不已 表示坚决支持母亲的决定 李杰联系了周志伟 但周志伟坚决不同意离婚 几天后 李杰收到了周志伟的道歉信 周志伟在信中说 自从李杰离开后 他坐在轮椅上不方便出门 每天都是一个人 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动手 再也没有人为他端茶倒水 更别提有人嘘寒问暖 真心关怀了 周志伟最怕生病 有个头痛脑热 只能自己硬挺着 对他来说 下楼去趟医院 都已经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周志伟知道 儿子肯定是指望不上 所以他主动向李杰道歉 希望李杰能够回心转意 尽管周志伟言辞恳切 但此时李杰心力已决 在儿子的陪同下 他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并要求周志伟按照财产协议的约定 返还自己垫付的医疗费 护理费 生活费等 共计20万元 李杰和周志伟是夫妻关系 但是他们签过AA制协议 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李杰为周志伟花的钱 能否要回 法院是否会支持李杰的诉讼请求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夫妻约定财产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所得的财产 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 或不分各自所有 不分共同所有 约定的方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该约定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也就是说在李杰和周志伟再婚后 周志伟提出来的AA制协议 其实就是属于婚内财产约定制 在李杰同意并签字之后 这份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 李杰和周志伟签订的AA制协议 属于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对所得财产的约定 并且采取了书面形式 该约定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庭审中法官认为 绑案中两人约定的财产协议有效 因按照约定 确认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各付各款 各自发生的费用由各自承担 根据这协议约定 周志伟因为自己住院产生的 医药费 护理费 都应当由他自己承担 在李杰为他垫付了这些费用之后 李杰可以要求周志伟 返还这些垫付的费用作为补偿 最终法院判决李杰与周志伟离婚 同时判决 周志伟因支付李杰 为其垫付的费用 共计20万元 法院判决后 李杰拿回了垫付的费用 恢复了单身 也恢复了生活的平静 不久后 小孙子出生了 在儿子的请求下 李杰搬去和儿子一家住 帮忙照顾孙子 虽然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有一些小波折 但善良的李杰 最后还是过上了 其乐融融的晚年生活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周志伟 法院判决后 他一次性支付给李杰20万元 经济上 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 靠少量的积蓄和退休金 他根本不敢请保姆 想到之前 李杰在医院 被他跑前忙后 出院后 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再看看现在 自己身患残疾 正是需要家人关爱的时候 却变成了孤家寡人 这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观众朋友们 感情不能用金钱 来衡量和计算 本案中 周志伟虽然有子女 但因为算计 与儿子反目成仇 虽然有妻子 却因为算计 最终变成孤身一人 周志伟千算万算 最后却算到了 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周志伟 终于尝到了 因为自私和算计 而重判清离的恶果 正所谓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 轻轻性命 好 今天的法律讲堂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南部公众号 再见 妻子因工作应酬 经常喝酒 丈夫不信任妻子 妻子采取下马威 为了阻止妻子离开 丈夫竟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 丈夫侵害自己的妻子 是否构成犯罪 戴面具的丈夫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